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 这个关于产品详细页面的一些特效的实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一讲的课件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主要仍然是在上一节基础之上来完善 这个放大镜这个特效的制作 在上一节呢,我们主要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的一些工作 并且呢,给大家讲解了关于放大镜实现原理 那么这个放大镜呢,它实际上就是这里呢 放了一个DAV盒子啊 然后呢,里面放了一个高清图片 这个图片的大小呢,一定是超过这个盒子的大小 然后呢,我们鼠标在这个目标图片上移动的时候 它能够随机的去,能够呢,去改变这个盒子的这个滚动条 然后呢,达到一个显示的目的 这是我们上一节呢,实现的一个基本的准备工作 那么这一节我们的目标呢,就要让这个放大镜盒子里面的图片呢,移动起来 好,那么怎么移动起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上一节我们实现的这个代码 那在上一节呢,我们这里呢,写了一个movie movie的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加过script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面呢,第一个方法呢,display object 那这个是当我们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去显示啊,这个啊,big image box DAV 这个容器 显示,也就是显示我们呃,显示这个对应的方大镜这个图片 然后,这里呢,下边调用了一个啊,mini DAV 实际上就是初始化这个方大镜 哦,初始化方大镜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要获取这个方大镜盒子的这个图像 啊,获取,放大镜,啊,图片,对象 这里呢,我们先定一个object的对象 然后使用duck,啊,docu,mini,document,getylimbedid 去找到这个方大镜的盒子里面的这个图片 那么根据我们在上一集呢 这个方大镜盒子里面的这个图片呢 我们给它定义的是啊,target imagine 这里大家可以呢,请问它设计 然后呢,找到下边 就是关于我们这里定义的方大镜里面的这个盒子 target imagine 好,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它复制过来 就是找到这个方大镜啊,里面的这个图片 好,那么找到图片以后呢 我们需要去获取鼠标的相对位移 获取鼠标相对位移 然后我们这里呢,定义一个 orphyx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呢 通过这个图片 orphyj,就是我们刚才获取过来的 这个放在镜盒子里面的这个图片 这个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原理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了,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大图片 那这个大图片找到以后 好,然后呢,我们去找到 我们触发事件 当我们在这个目标图片上 也就是说 这个图片上移动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图片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我们要把它找到 好,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写一个 invent invent src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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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us 这个是获取这个触发事件对象的这个元素 并且获取它的这个宽度 然后用高清图片的宽度 除以它这个图片宽度 它相当于就是以获取它的一个相对位移的比例 然后呢,它另外一个就是获取它的高度 那这里呢,把它改成y就可以了 这里呢,改成height height OK,那么这里 同样的获取它的height 这里呢,获取了它的一个相对位移 也就是它这个比例呢,我们获取到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要获取一个目标 这个放大镜和着这个容器对象 获取 放大镜 这个 div 这个容器对象 那这个呢 我们也就是说获取哪个呢 刷新一下 就获取这个 获取我现在 右边显示这个容器的这个对象 哦 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动态的去改变这个对象的 它的 滚动条的宽度 啊 OK,那么这里呢 获取到这个div OK,我们先可以呢 去找到 这个div 它下面的这个应该是 big imagine box div 找到这个div 找到这个div以后 我们可以呢 把它复制给这个div对象 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设置这个div对象的 这个滚动条 OK 那么 这个是重新设置 设置啊 这个 容器的滚动条 好了 那么这里呢 这个div对象取出来 然后调用它的score 这个napt 就是左边这个滚动条的宽度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对了 这个左边这个滚动条的宽度啊 等于这个事件对象的啊 office x 就是它获取过来的这个 嗯 出发事件的对象的这个坐标 x坐标的值 去乘以 我们刚才呢 获取过来的这个比例 哦 就放大以后的一个倍数啊 比如说 它原来在这个目标图片上 它对应的 比如说在 第五个像素的位置 那么这里乘以它的这个比例 比如说它这个比例是10 那么在放大镜子的盒子这里呢 就要显示50 啊 这个位置 那么同样的 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呢 这句代码呢 直接把它 copy下来 同样的我们把这句呢 copy下来以后 这里我们可以呢 调用一个 啊 score top top ok 成为设置 它的这个 Y 哦 这个Y 然后对应的 这个呢 它的 啊 把它放进去 然后这个 函数 母尾 啊 母尾 这个函数 我们 要在哪里去调用它呢 当然呢 是在鼠标啊 在这个图边上滑动的时候去调用它 因此 我们这里呢 要给它定一个事件 on mouse movie 的一个事件 去调用这个函数 ok 我们这里呢 刷新一下 我们的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就出来了 ok 看见没有 那么我向上移动的时候 那么这个滚动条呢 它也在 向上的啊 变化 向左 哦 向右 这滚动条都在变化 对不对 但是 根据我们效果图里面呢 它这里呢 是没有滚动条的 那么这个样式怎么去 啊 设计 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 把这个放大镜盒子 这里一个overflow的一个属性呢 把它修改一下 把它修改成overflow 什么意思 overflow呢 就是超出了 这个溢出了这个啊 容器的范围以后 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呢 选择 刚才我们之前选的是score 就是滚动条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hide hide呢 就隐藏 然后呢 咱们再来刷新一下 还有没有 是不是就没有滚动条了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商业网站上的一个放大镜啊 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 那么这里呢 当然大家会发现啊 有些图片上好像又没有效果 比如这个图片也没有效果 这个图片也没有效果 其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了 我这里呢 给大家显示这个图片啊 仅仅呢 是一个demo demo 那么真正在商业开发的时候 那么他对应的这个图片 他肯定是一个高清的图片 也说这个图片的大小呢 肯定是超过这个右边这个容器啊 就这个容器的这个大小的 然后他才能实现这个放大镜的这个效果 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管中亏报的一种效果 那这里呢 为了让所有的图片呢 都有这种效果呢 我们这里呢 也无非最过简单的修改也可以 比如y的是 我们给他定义1000个像素的宽度 height也定义1000个像素的宽度 这里呢 或者说800个像素吧 这里无非呢 就是他即使没有这么大的像素 那么一样的我们可以呢 把它放大 就人为的放大 那这个呢 一般啊 是不可取的 只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 现在就可以了 只是说 这个放大以后呢 它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清晰了 对不对 不是那么清晰 但是呢 有一种放大的一种效果 看起来还是挺爽的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右边 还有下边这里的一些功能呢 把它完善一下 那么这个详细页面呢 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 那详细页面实际上蓝 蓝在哪里 蓝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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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东西 那接下来呢 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之前呢 做了一个demo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demo呢 我们把这个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 我们有些地方呢 可以直接拿来复制过来 也可以 OK 比如这里 下边这里呢 是放了三个按钮 这三个按钮呢 实际上是三个 A标签 里面放了对应的imagine imagine图片 好 那这里呢 为了节约时间呢 咱们把这个代码先找到 给大家看一下 OK 就是在这个订购的数量 为您节省 这里 然后下边呢 这里一个div 这定个数量 里面呢 我们放的是两个spin标签 这个spin标签呢 里面放的是一个input input呢 就是一个 它的类型呢 是text text就是输入文本 然后它下边对应的三个A标签 A标签imagine imagine 然后 这个是by 就是购物 然后这个收藏 这个是对比 我们把这三个呢 这两个把它copy过来 放到我们对应的 就是这两个div 把它覆盖了 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可以呢 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就出来了 那这种基本的效果 OK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边和这边呢 它稍微有点没有对齐 那么我们可以呢 那么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 再设置一下 它的高度 最小的高度 或者你这里 不设置高度 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设置高度 比如说 400个像素 OK 那么这里是400个像素 那么对应的 那下边的这个容器呢 我们一样的 要给它设置400个像素 比如这个容器 也要给它设置400个像素 然后呢 咱们再来刷新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接下来我们需要 把这个下边的一些 内容呢 把它复制过去 这个是广告 这是我们的广告 OK 那么在我们效果图当中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告的 一个基本信息 我们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 这个放了进盒子的 下边 这个是放了进盒子 这是下边这个db OK 这个是广告 我们把它覆盖一下 然后呢 刷新 这里刷新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 大家注意了 这个广告呢 这里无非呢 也是放了一个a标签 一个span标签 span标签里面呢 又签到了a标签和e-magic 然后对应的 就是链接到两个支付的页面 那这个支付的这个链接呢 我们这里没有就直接使用了一个锦号来代替 那这里我们可以呢 给它设一个 tardin tope 比如十个像素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这里要给它设置了一个内件距 十个像素 也就是它现在呢 距离上边的这个横线呢 是十个像素的这个距离 OK 这个css呢 你可以呢 把它copy下来 然后呢 单独呢 放在一个 我们的这个前面啊 也可以呢 就放在这里 可以 当然放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后期维护起来呢 可能相对来说 要麻烦一些 所以说你可以呢 在这里给它第二个id 就是pro-info 这个广告 就是id pro-info-id 那这里 我们是把它放在basic.css里面的 OK 在这里 pro-info-id 对啊 这里是大括号 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复制到这里面 然后这个呢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id定义的 所以说直接使用锦号加上id呢 来给它定义这个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呢 这样的话 我们的代码来看起来就既简洁 又清爽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实现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还有哪些 产品的说明 这里呢 有个详细说明 大家看一下 这个详细说明呢 下边呢 有相关的商品说明 商品的评论 还有付款的方式 那这些呢 该怎么去实现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原理 其实呢 有几个方法呢 可以实现 那么当然在我们实际的程序开发过程当中 其实用一个 这里呢 放一个div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边呢 点击的时候 他把这个内容呢 从这个数据库当中提取出来 直接在这个div里面进行加载 也可以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 我们可以呢 放多个div盒子 先放在这里 然后实际呢 我们可以先隐藏一个 然后其他的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的时候 就显示对应的这个 点击这个呢 就显示这个 其他的隐藏 然后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写一个加scope的函数 才能实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先复制过来 OK 那这里呢 产品详细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容器 那这容器里面呢 首先这里呢 是一个头部的 相当于是一个导航 这里放了有五个div 分别是详细说明 相关商品等等 然后下边呢 又放了两个div盒子 实际上应该是 对应了五个div盒子 OK 我们把这个呢 copy copy下来 copy下来 好 那就应该是在这里 copy下来 那么上边呢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是导航的信息 然后呢 下边这个呢 是它的对应的每一个标签里面的信息 那这个是 比如再复制嘛 3 4 5 把这个序号呢 要改一改 1 2 这个是3 这个是4 这个是5 那我们这里都使用了一个ProInfoBox的一个CSS样式 那这个CSS样式呢 我们之前呢 已经在这里给它定义好了 OK 那这里我们可以 把这个style 啊 这个style 把它copy过来 copy过来 这里是ProInfoTitel 我们看一下ProInfoTitel 就是这个 和ID 它对应的样式 好 就是产品详细信息里面的标题 啊 这是它里面每一个DIV对应的样式 好 然后这个是 啊 Hover Hover呢 就是鼠标一上去的时候呢 它显示这个背景图片 好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标题标签里面的DAV 就是这个标题标签里面的这个DAV 它对应的A标签 那么我们说A标签呢 它会产生蓝色字体 还有呢 就是它会产生一个下滑线 那么我们在这呢 都给它去掉了 去掉了 还有呢 就是下边啊 这个ProInfoBox 就是最底下的 它每一个 它对应的一个DAV 那么我们可以呢 先给它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呢 我们需要再先给它放一个style 啊 Display Long 就先隐藏起来 这个是一个选项卡 选项卡的基本功能 比如说其他的 我们先给它隐藏起来 OK 那么我们这里呢 先刷新一下 然后这里 这个Display 这个Display Long 我们先找到 这个产品详细 刷新 OK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然后点击相关商品的时候 然后它对应的显示出 相应的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呢 先来实现一下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 这个样式 大家下来可以呢 再细化一下 这个是我粗略的写了一个 啊 CSS样式 可能呢 好 还有地方呢 需要精确的修改一下 大家下来呢 这个代码呢 我会供应给大家 大家可以呢 自己再研究一下 然后 就是我们鼠标 移上去的时候呢 它显示对应的 它下面的这个容器 那这个功能呢 可以和我们上面这里呢 有点 类似 啊 有点类似 鼠标移上去 显示对应的 这个原理呢 几乎 啊 类似 大家可以呢 下来自己研究一下 今天这一讲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将啊 继续给大家完善 其他的一些功能 OK 这个座椅呢 大家下来自己完成一下 再见